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子走中国 我现在在深圳光明新区的大型城中村,玉律村 在深圳一个星期了,还没找到工作 准备在这个城中村找一个出租房 这个城中村有着深圳最便宜的出租房 到处都是出租房 广东这边的出租房都比较高 都是七八层以上的 具有广东特色的握手楼 很迷茫啊 深圳工作太难找了 如果住了房子又找不到工作也麻烦了 每天吃住行都要开销 压力太大了 玉律村还有这种瓦房 这种瓦房就比较便宜了 但很潮湿 前面的出租房就比较好一点 好高啊,十几层了 八楼没电梯的哈 好,看一下 是电梯都比较贵 我排一下我所谓 现在应该不会很热了 有九月份 一半年份啊 一半年份啊 一半月份就算了 租期是多久的 租期是半年吧 半年,有没有三个月的 租期半年 现在都是半年的 半年到一年啊 隔音好的吧 隔音啊,隔音好啊 隔音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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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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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大楼睡得好 那你听说那个光线 光线只要不是纯黑的就可以了 有一点点光线就可以了 可以啊,有两个吧 你猜一下哦 好 每个801和804 你去看一下吧 我上去看一下 我上去看一下 看来帮我把它削好 好 801和804 嗯 8楼啊 8楼啊 现在深圳这边租期都是半年 好贵啊 现在没找到工作 只要有地方住 晚上不吵就可以了 条件就不讲究了 也没资格讲究 刚吃了饭 刚吃了饭 现在是五楼 消化一下 爬爬楼 房间合适这里就成为我在深圳的基地了 深圳的厨房都很高的 深圳的厨房都很高的 我在江浙地区最高的也是山床 这是803 这种上下坡的床 这种床有没有臭虫啊 在广东这边我最怕臭虫 这种 这种还可以 光线也不错 应该不会很吵 804 这个光线就差一点 握手楼 这种可能有点吵 晚上如果那边玩抖音 这里应该听得到 有空调的 这是801 这间最好了 这间更好 这间四野海阔 这间最好 我喜欢这个床 这个如果400块钱我可以考虑一下 有钱半年的 这间不错 我打个电话 跟老板讨价还价一下 大家觉得我应不应该在玉绿村租房啊 现在深圳都是这种大型的工厂 小工厂基本上赶早了 像我现在这个年龄 进工厂已经不太现实了 找工作真的很辛苦啊 比穷游辛苦多了 内心很疲惫 我现在才知道穷游的好 不错 适合远方的路费很贵 但你看到的是风景 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 但来到深圳这种 一线城市找工作 甚至让你绝望 身心俱疲 大家觉得我应该在 深圳的城中村玉绿村租房吗 可以在下方发表一下 大家的观点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